我們現在歡迎六年六班的評論 介紹的主題是我的學校回憶錄 因為你的首頁就放了愛心 對呀 你先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我是六年六班的十分好學評論 你平常的興趣是什麼 宅在家 宅在家是不是看韓劇 不是好嗎 那是要幹嘛打電動嗎 對啦 你都打什麼電動 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有什麼小遊戲就給他玩 對啊 小遊戲 看YouTuber 看YouTuber 你有支持的YouTuber嗎 訂閱的 小玉或放貨吧 小玉或放貨 很可愛耶 好 所以你平常都會看他們的頻道就對了 對你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你要接著講的說 你最喜歡的地方是操場為什麼呢 因為他可以跑來跑去就很好玩 所以你喜歡在操場跑來跑去 對啊 你也會跟他們一起打籃球 不會 因為下課的時候我不太喜歡去籃球場 我不太喜歡去操場就對了 對 曬太陽 好再來的話 你最喜歡的科目 是國語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有很多故事什麼典故什麼 就覺得很好玩 所以你平常也喜歡看一些故事書之類的 嗯 國語課 那你在上國語課 你們哪一篇的課文 你覺得 你印象比較深刻 因為我覺得現在一到六年級的課文都太那個 很像有點奇怪 就是我們不太喜歡課文 比較喜歡那種 其他的故事書 故事書之類的 好OK 好那你發生什麼糗事呢 我在操場的時候 有一次跟我們班的一個人撞在一起 然後結果 我差點哭出來 在操場上 你們是怎麼撞在一起的 很大力就有那個撞擊力 他是跑 你在跑步是不是 對跑步 那都沒有看到對方 嗯 然後就撞在一起 撞在一起 雖然那女的很瘦 不過真的 很痛 很痛 痛到現在還記得 你最好的朋友 是可宣 因為他心地很善良 很善良 很善良喔 常約你出去玩喔 對啊 去哪裡玩 對我們啦 在學校玩就對了 好 他從一年級就認識他了 我也很喜歡高飛飛 高飛飛是誰 高飛飛是一個一般的 然後他長很可愛 我非常喜歡他 好 OK 那你畢業了 有什麼話想說呢 因為 其實有點擔心生國中的時候 可不可以交好朋友 但是在學校的時候 也給我滿快樂的 嗯 雖然有時候快樂 有時候會很傷心 為什麼會傷心 因為 要跟朋友離開 喔 你要BDR離開了 怕說國中交不到好朋友 嗯 不過不用擔心啦 因為我看你應該 很害 喜歡跟人家聊天對不對 嗯 喜歡聊天應該滿快就有朋友 那 課業壓力很重 還是會有點擔心 那你平常可以 有壓力的時候 就可以跟聯絡可宣啊 跟他聊天啊 對不對 會不會 平常在學校遇到一些 不開心的事情 超可怕的這個 其實 會跟你的好朋友聊天嗎 會 放學的時候 用Line聊 會 Message 那你的夢想是什麼 嗯 這個嗎 我想當一個 甜甜師傅 因為可以邊工作邊吃 喔 邊工作邊吃 那你們兩個可以一起合開啊 對不對 有沒有想過 沒有 沒有想過 還是你要當他的競爭者 開在他對面嗎 對對對 對不對 好啦 一起那個 好 那我祝你夢想 你們夢想中的成真 最好是好朋友能夠一起合作 OK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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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